現在荷蘭參加世界射箭錦標賽的中華代表隊 展現神社功夫 凡曲弓男團 女團都晉級八強 雙雙收下2020年東京奧運的三席參賽資格 就是 應該說我們本來就是設定 設定要達成這個目標嘛 那我們也是提早的將近一週到這邊一定訓練嘛 那適應這邊的氣候跟進氣狀態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在這一週來 其實就是都設定在團體上的訓練 然後默契 專注度 然後把平常的實力水準發揮出來 由譚雅婷 雷千瑩以及彭家茂組成的女團 十六強賽是以直落三擊敗法國晉級 至於男團衛軍橫 鄧宇辰以及湯志軍 則是和法國拚到延長加賽後勝出 展現強大抗壓性 順利收下奧運門票 中華射箭協會也將在年底舉行奧運國首選拔賽 期盼選出國內最強的佼佼者前進東京奧運舞台 和各國高手一較高下 未來全新聞綜合報導